我觉得如果说这种冤案的话 那就马上跟人权委员会去申诉吧 不是冤案吗 我觉得我很匪夷所思 这件事情根本就是罪证确凿 其实民进党很多委员 什么内部里面他们也都在讲 当初就讲说不要去跟台大去对撞 那事实上也证明了 大家社会普遍对于台大的攻击率 当然比民进党高很多 但是呢你只要实际上去看过这两本论文 你就会发现这根本就是罪证确凿 没什么好讲的 因为我们也在指导学生录音的时候 我们真的是可以看出 哪些地方是学生抄袭的 包括我知道就有一个指导教授说 我的名字二十年来都被学生抄错 为什么因为一个抄一个 所以没有人去找那个正版的 他的期刊 所以他只要在那个参考文献当中被抄错 每个人连文献都用抄 所以他的名字 他的名字就是二十年都被抄错 很多学生都这样 所以学生会去抄 可是就看你抄的多少 所以我现在都要告诉学生 你抄意有抄到好不好 不要随便乱抄 可是你看那个东西的百分之的雷同度 那你绝对不是说 已经犯了非常大的一个学术伦理上的问题 而且我想当社会这么瞩目的时候 台大学轮会也已经做出了 可以非常正确的一个判断 我觉得林志坚跟陈明通 他们一定要做最后垂死的一个挣扎 他不能就此就结束 一定要让这个案件一直持续下去 因为这个东西是造成这次九合一大败里面 很多年轻人不愿意出来投票 就是因为蔡总统在发生这么巨大的时候 他还要大家相信林志坚 还有包括可能要接隔魁的这个陈建仁 也说要还林志坚清白 更何况今天指导教授又说这是冤案 到现在为止 我不知道民进党为什么要让这个派起 一直都要拖下去 因为你看 所以说你看 而且他甚至把把这个手动到了这个 我们的余正煌这个真正的受害者的身上 我觉得他是忍无可忍 否则以他的立场来说 他今天大家都已经知道这件事情的原委了 如果你能够保他一个可以安居乐业的一个饭碗 而且的话 我想他不会做出这么急切的一个反弹 所以对我个人来说好吧 就让法庭来说话 不过你要注意 目前很多的风向已经慢慢在做改变了 所以这件事情的派起 我们就看看继续要演到什么程度 而且不是台大 中华大学也判定他是抄袭 当然 什么都是冤案呢 来 请请 我觉得这个如果是冤案的话 那他先推翻了民进党的败选检讨 民进党败选检讨里面有三大 黑金 治安 论文争议 对 那如果是冤案 那这个那你民进党检讨是怎么样 对不对 检讨假的吗 所以这个冤案等于推翻了民进党检讨 第二个 那如果这是冤案那是台大吗 台大的问题吗 那不是你陈平同问题 台大的问题吗 再来为什么一定要这样事实抵抗 这恐怕不是一时五命 可能是一时百命 因为可能是一百多间论文嘛 所以这只要一承认下去的话 那后面那些还没有查的那些论文怎么办 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复杂 已经变成感觉是结构性的一个犯罪了 或者结构性上的一个怎么讲 就是说抄袭也好 所以造成了现在这个事情上的法庭 被告方 事实的怎么样 要去捍卫要去抵抗 但是我现在比较担心的是那个余政皇 你看他要战就来 我真的很难 如果现在中央是民进党执政 法院感觉好像是民进党在开的 要战就来 真的法院如果真的最后做出对他不利的判决 所以我是呼吁他现在应该要 不自杀声明 要去挺余政皇 对不对 这个这样子被打一等 然后还什么 要把它调单位调职等等 这个让人家觉得是政治上 在对他威胁恐吓 甚至是采取政治行动在破坏他 所以我觉得对余政皇来讲 这个恐怕我觉得现在是 我们应该最担心的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 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